今天就是10月28日的香港無格仔 看到我們現在頭上的Banner嗎 首先要感謝以前窮友也風流 我們的主持Julian 找人幫忙幫我們設計這個無格仔自體 這是所謂我們的讀友 以前有聽過敬秋自體 香港勁秋有個勁秋體 現在這個也叫做無格仔體 很感謝幫我們設計香港無格仔的Banner 甚至乎有書法 之前有位網友很早之前 幫我還未找到位置去寫 所以也很感謝他的心意 Julian這個 因為他在無格仔這三個字裏面 突顯那種8bit的設計特色 麥克風 對麥克風 麥克風 所以也頗有特色 其實原本他在香港兩個字裏面 下面有漸變的顏色 不過我覺得單色會比較好 因應不同的情況就用不同的顏色 很感謝他 其實就是我們的網友 或者我們以前過往的朋友 主持的拍檔 其實在香港的朋友都非常有心 其實我們現在一開始 我們今天沒有早場 但是大家都應該看了我們的東方三博士 和聲儀紅宗 聲儀紅宗就在RFA看了 大家看到今天很慘 我們說了那件事就是今天香港的港股 說仆街仆到不得了 昨天才說國家隊進來幫忙 那息息也未至於去到14000多 你說今天收市的話 繼續陰乾式地進入了收市 去到14863點 是14863點 低存未存低 因為原來這個大摩昨天說的報告 他說如果你說未來的熊市低位 是可以去到12000 所以看路了 但是我又看到 如果你說網上 你說是不是有那種哀紅遍野的感覺 你說過往幾次大熊市 那種世界末日的情緒 其實也不太覺得 很多比較留意自己NPF的朋友 我都問過他們 他們一早就已經 早在年頭 那時候你慢慢陰乾式 已經是成為一個趨勢 那時候已經轉了組合 身邊有玩股票的朋友 都說當你有這個first trade 有這個IB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已經轉了玩美股 港股是那些老鬼玩的 那你玩港股就只是玩中概股 只不過是受到保護的中概股 你相對於美國的ADI ADN 預託政院 香港這些是受到保護 但是你現在看到大陸 大摩都跟你說了 大摩這次很老實 甚至乎很保守 跟你說三大不確定因素 二十大之後的政策問題 還有動態清零 和地緣政治 二十大就很清楚 告訴你 習近平習大於一身 習大權於一身 他畢竟是沒有人陪著他的時候 那就可以遇上多麼糟糕 以前你說二次分配 只不過是限制你的收入 在收入裏面做一個再分配 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收入 你存錢多 他都要分配你的 他都是要規範你的 等你不可以賺那麼多錢 這個就是糟糕 不過我見到 甚至有些前蘋果 我在平均日報財經版寫評論的人 都已經說 他好看好港股 什麼叫好看好港股呢 就是說好看好港股 一定會長期這樣走去陰桿地跌 看好港股倒楣 但現在你看好港股倒楣 你想買倒楣也不行 不是 他說全入了那些反指數的ETF 有些證券公司是有這樣做的 然後他說那些證券公司 其實都勸過他說千萬不要長渣 長渣的話可能會有國安找你 是不是惡意沽空 他都沒有說過自己是不是香港 但是前天就很奇怪 有件事發生了 就是說港交所 突然間他說外部供應商軟件有問題 他那個期貨交易 即是那個期貨市場 期貨交易所變 暫停了恆紫的期貨 恆紳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恆紳科技指數期貨 小型恆紫期貨 還有小型恆紳指數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為什麼突然間這個時候會停了 為什麼突然間故障 他的意思就是 他說現月的合約和下個月的合約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就是暫停了 那是什麼意思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暫停的話 他原理上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其實現在解脫了 但是之前 他就說在星期二的時候 25日那天 25日那天不就是跌倒了 25日那天 總之他就說 1.5002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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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跌到最底的 正正就是那天 他說上週11點22分的時候 他說引致到 科子期貨11月份的合約 觸發了市場波幅 市場波調節機制 以及5分鐘的冷靜期 他那個參考價 只是用於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就沒有影響到其他 交易和交易系統其他部分 總之有些異常情況 他說某些情況下 參考價沒有更新 那個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就被過時的參考價 就觸動了 你是不是出盤的時候 我想出盤的時候 其實那個參考價就不準確 所以就突然間暫停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突然間會這樣呢 有很多網友看到 那是不是說 不允許交易 幽謀論 不允許 因為不知道你說這麼多技術 是什麼意思 現在你說暫停 暫停那個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純粹是拿不出參考價 純粹是拿不出的參考價 那你就沒有盤出 那你就買不到交易 結果就是交易 結果就是交易不了 結果就不讓你沽空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件事 其實都在想 就算現在你說 我們網友當中 有沒有散戶 有沒有人去沽棋子 其實現在是可以不可以 因為就算你難沽 你即使沽 你都要拚 因為你既然這個說過 陰一點陰一點地下ysz 大趨勢是下降 但是你不知道哪個位在入市 你怎樣知道你入市會不會夾 網友天華說 他有小兩七五零零 和集中去潑行指 他說下兩個星期又加碼 他暫時還能推出的 天華說 其實就算你說整體趨勢向下 你都不知道他哪個位突然會夾上來 你說國家隊長期是落 但是他有時都要夾上去 你夾上去之後就找玻璃珠跟你說 叫你入市 然後有沈大師那些又會叫你入市 你說不上去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忘咎 但是國家隊始終都會有些錢 偶爾就隨便入市 這樣夾上去 如果你賭不適合的話 你就會被他夾上去 就像江湖舊急進入 黃秋生辦關公 關公出來幫梁家輝 然後就說 我間不中顯靈你才會拜我 我每天顯靈就不富貴 所以這些要老手出手 阿天華亦都說 下兩個星期還有加息和美國大選消息 如果你說加息的位置 正路來講應該要扑下去 那時候沽貨應該沒有死 但是正正在那些位置壓力大的時候 你就拼了 究竟你國家隊接不接得起 應該現在呢 接貨的成本就不會那麼高 因為你有一架已經跌到那麼殘 玻璃珠又叫你火中取栗 那當然會有人相信吧 大佬很棒 PE很低 只有三個幾個 你都會有些人想一想 但你見林一鳴那些都說 重點從來都不是 那個甲或PE本身是有多低 PE其實只是歷史參考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的基本因素變化 你的PE多低都沒有意思 基本因素變化 即是你現在突然間說 限制你的財富累積 財富累積對於上市公司來講 這個很重要 財富累積你才可以再有資本去再投資 但如果你累積資本再投資 對於國家隊來講 對於國家來講 他又覺得這個是資本無罪擴張 其實如果你可以這樣去思考的時候 你說資本無罪擴張 繼而有罪 繼而要調整的話 其實你就不應該參加這個 股市遊戲 股市遊戲 股市遊戲就是給你累積資本 然後不斷再投資 不斷激勵 你自己的企業精神 其實是一個資本社會的遊戲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遊戲 但你現在連這些都看不過眼的話 其實在中國 只能夠開那些雜貨店 就是那些雜貨店 就是華潤 但問題是當年華潤是用來銷鴉片 銷鴉片銷白粉的 沒有雜貨店 真是很嚴重 你看到現在的股市 就像這樣 你說今天那個股價突然降到這麼低層 這個對於下個星期二開的金融高峰會 其實有一個贈慶 下個星期二就開金融高峰會 第一 現在陳茂波又說中了武肺 現在恆子又幫你贈慶 接著花旗銀行的CEO又說來不了 Jing Fraser 剛剛陳茂波都說 其實我都會盡量趕出席 如果趕不上的話 我都可以視像 不行 沒有說不行 但如果你視像的話 你醜醜一點 你只是主場來的 都被人問 去到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應該好像以前 習近平接見巴切萊特 打了幾十條 有幾十個 把螢幕分開幾十個拍照 然後去做金融視像會議 就算了 是啊 如果你可以視像的話 對於花旗銀行的Jan Fraser CEO范潔欣 你又中武肺 他又中武肺 但我不知道花旗銀行的CEO 是不是政治病 因為美國人很流行 這些非常時期突然中武肺 等於四月的時候 其實乾媽 佩洛西 原本四月的時候去台灣 那時候說中武肺 國務卿 Anthony Blayken 他都說 那時候原本想說 一個中國的演說 中國政策演說 又說突然間做武肺 又說不到 很多時候都很敏感 你看到好像武肺有性 始終你美國政府已經出了一個警告 建議你不要過去洗白李家超 其實這就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華爾街日報說的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寫的 但是這個陳國基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就去了信給華爾街日報 就說他很偏頗 又在罵人 簡單來說 就是叫你不要提李家超 被人制裁這件事 亦都說 他自己說 國際社會又說什麼認可 又說認可香港的成就 什麼一國兩制 什麼什麼春 我們昨天都說過 人家華爾街日報就是國際社會一部分 他不認可你 其實你的認受性已經大大減弱 不過這樣說 說回武肺問題 如果李家超 不是 如果陳茂波中武肺 都可以視像的話 那范潔欣是不是都可以做視像 其實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他現在視像都懶得跟你做 沒有說做 只不過期待不久的將來 就訪問香港 什麼意思 就是有空喝茶 只是客套說話 如果你真的有心 你有心給面子 第一 你可以找一個副手 第二 你可以視像 現在視像 你都沒有 即是 都不想 連給面子也懶得 你給面子 有什麼用 你們一個二個 其實都是扯線公仔 沒有意思的 但你要想清楚 一件事 如果你正正常 真的服償的話 你招商的地方 應該還是歐美 一些比較文明的地方 為什麼陳茂波 走過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最出名 是沒有人權的 那時候 土耳其記者 拉書吉 就是被沙地王子 枝解了 到現在 即使沙地那邊的人 投資了英超球隊 柳卡索也好 柳卡索也好 柳卡索球迷也有問 拉書吉 那件事 你們是否應該給我們的球迷 你作為一個球會老闆 同時一樣 就是 你看到 昨天我們也說過 邱應華 都叫香港人 走去投資一帶一路 投資西哈魯克 港億綁匪 今天我看到 前蘋果作者 中環十一少 還拍了一張圖 原來香港經貿辦 做了一個研究 鼓勵在香港 在中國大陸設廠的香港人 就幫忙生產俄文鍵盤 因為俄羅斯受到制裁的關係 俄文鍵盤 原來大量缺貨 說是一個投資良機 神經病 那他給你什麼 他的勞布就沒用 可能是他還給你 用天然氣來抵掃 用石油來抵掃 但是 但是 拔編文 我看到已經被人剪掉了 是嗎? 他自己的Facebook 不是 他是在TDC自己本身的 網站裏面的一篇商業研究 鼓勵香港人做什麼 其中一篇就是 叫香港人去主動聯絡 俄國電腦製造商 生產俄文鍵盤 這是大陸做的 生意是 香港叫港商做 叫港商做 人氣我取 很多港商在中國大陸有做電腦配件 就是做這些 是危險的 如果你說 讓美國人知道 你是跟俄羅斯去做生意的話 其實有你沒有我 這個不是沒試過的 以前好像袁弓儀也會出事 袁爸爸好像說 做了伊朗還是北韓什麼生意 他就說出事 被美國人制裁過 美國這方面看得很緊的 我們其實 周不時都去報道 我們如果看回更新的制裁名單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香港公司 很感謝 剛剛一開始就有Kirsty 有汪莎莎 還有Kirsty 二次課金 兩次課金 這麼厲害 謝謝 真的謝謝 希望大家再接再禮 另外 講起華爾街日報 為什麼叫銀行員不要來 這個不是說 不是做事 為什麼說你的銀行員 他說給香港 參加金融峰會 等於向你叩頭 等於認可你對香港人權的漠視 怎樣去剝奪 怎樣去抓捕政治犯 這些不是事實嗎 這些當然是事實 這些是事實 你正正今天才在審周恆彤 周恆彤的案件 你現在 你真是 其實不說你一回事 但是看在任何人眼裡 現在知道你所謂有法治 司法獨立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